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目前 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缅政府管辖区疫情呈蔓延扩散趋势 导致瓦邦疫情防控工作压力持续加大 近期 全邦境内相继出现多立阳性病例 均为输入性病例 严重影响了全邦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为持续巩固全邦疫情防控成果 有效遏制疫情输入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各县 特区 各部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要集中开展针对泰国 老挝 越南 印度 缅政府管辖区 第四特区 国感自治区等人员在瓦邦的排查行动 重点核查居住证办理情况 核酸检测情况及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情况 并登记备案 2.对排查出的人员要集中开展核酸检测 对确需长期居住于瓦邦的人员 及时为其办理居住证 后期按照疫情防控规定 由用人单位 企业及雇主负责督促所雇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及疫苗接种 3.各县 特区加强行业场所的监管力度 近期开展非法入境人员排查 行业场所负责人及雇主对新雇佣的人员 必须保证在两个工作日内进行核酸检测 并到当地司法委警察局进行登记报备 形成常态化的外来人员登记管理制度 4.各县 特区 各部队 要严厉打击组织 协助 运送 参与他人 偷越边界及溶流 藏匿非法出入边界的违法行为 对组织 藏匿 绕关 闭卡等方式进入瓦邦的人员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非法入境 或明知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仍予以组织运送非法入境 将顶格处罚 5.对已非法入境的泰国 老挝 越南 印度 免政府管辖区 蒂斯特区 国杆自治区等地区人员 应第一时间向瓦邦司法委警察局 或其他有关部门投案 如非法入境者能主动投案 将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 对未主动投案的 一经查获将给予1000至5000元罚款 对未主动投案且已感染新冠肺炎的 通过救治痊愈后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6.对雇佣 泰国 老挝 越南 印度 免政府管辖区 蒂斯特区 国杆自治区等地区人员 而不主动登记报备的用人单位 企业及雇主人员 一经发现每查获一人罚款5000至1万元 对被雇佣人员核酸检测为阳性 而未提前报备登记的 除给予用人单位企业及雇主罚款外 被雇佣人治疗期间所产生费用 也由用人单位企业及雇主自行承担 7.本通告由瓦邦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监督检察组负责监督落实 8.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通告 瓦邦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2021年7月2日 6月29日 相关人员向蒙波县疫情防控组反映 蒙波开发区某建筑工地数名工人 曾与外来及新冠肺炎高危人员 有过密切接触 接报后 蒙波县疫情防控组当即指派 刘调追踪小组负责追踪调查此事 由刘调追踪小组组长小勇牵头 县外事办副主任赵三 县警察局副局长爱一 带领警察局工作人员 协同县委警卫连副连长 报赛部了带领的县委警卫连战士 配合工作 工作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安全措施下 迅速来到事发工地 经过现场实地调查 确定此建筑工地的数名工人 的确曾与外来及新冠肺炎高危人员 有过密切接触后 立即采取了有效防护措施 同时将所有曾与新冠肺炎高危人员接触过的工人们集中分批转运至蒙波区隔离点 进行隔离观察 受瓦邦农林水利部部长报赖荣安排与指示 当天下午 农林水利部副部长 兼瓦邦疫情防控督察组副组长李艾书 也率着由农业处 林业处 水利处 前驿站保卫科等部门组成工作组 来到拟建之中的蒙波县方舱医院具体位置进行督导 在蒙波县委副书记张扎罗 副县长萧爱新 县卫生局局长邓哲高的陪同下 李艾书副部长一行 首先视察了位于蒙波县赫岛区中心医院旁 正在建设中的核酸检测分站 并对于该核酸检测分站的建设意见表示支持 随后 李艾书副部长一行 又立即驱车前往位于蒙平区 楼蒙平后山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医学隔离观测点 以及设立在蒙平区克松乡光散村的 蒙平区边界疫情防控临时指挥所等处进行督导 30日上午 李艾书副部长一行 会同中方圆外医疗小组专家 与蒙波县委书记鲍三帅 县长李艾三等蒙波县班子成员 在县机关会议时 就当前蒙波县的疫情形势召开疫情防控进行座谈 会上 蒙波县委县政府领导 首先就当前蒙波县的疫情形势 向李艾书副部长做出介绍和工作汇报 在听取了蒙波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汇报 以及中方圆外医疗组的疫情防控建议后 李艾书副部长结合前一天的实地观察 并与专家们反复探讨 最终确定并宣布了在蒙波县建立前沿核酸检测点 临时隔离点 方舱医院的工作方案和具体工作安排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观看